58岁男子骑乘外出 脚踏垫上再有一个白色的塑胶空桶 他骑去大雅一处加油站满油 十几分钟返家 这是桶内已装满汽油 阳性男子三小时内去了两趟 就是那种塑胶的那种汽油桶的样子 一次是800多块 然后一次是600多块 然后提到他们家里面去 提到他们家里面去 他花了1400元 分别在10日晚间9点17分 即11日的凌晨 各买了一桶油共46公升 返家后装成一桶 放置大门门内 直到林姓姐弟游姓律师三人 前来点交房子 心声不满的他锁门点火 一分钟内屋内喷出火烟 警方调查杨姓男子的前妻是原屋主 两人原本共同经营五金买卖 与林姓男子的父母生意互有往来 后来杨姓男子积欠大额贷款 于是把房屋抵债给对方 以该屋抵债给林姓的母亲 并付条件五年后购回 后因杨姓男长期未缴租金 并与屋主有借贷问题 经法院判决 杨姓男子因中风缘故 住院八个多月 积欠每月两万五千元 一年多的房租 再加上债务约一千四百万 全都无力偿还 直到林姓姐弟及律师 找上门点交房屋 杨姓男子不满 原先说好的五年购回 约定生变 不知是否打算玉石聚焚 一怒之下泼洒汽油点火 导致三人命葬火窟 在林姓中部中文报道 杨姓纵苦犯儿子戴白色帽子 第一大殡仪馆面对记者提问 压迪帽子不乏抑郁 杨姓男子犯案当天 其实妻子与儿子都不在家 到底家属是否知情 有无共犯情节 检察官也到场离情中 目前还在相验 然后还在进行中 而命丧火海的律师 在高雄职业超过二十年 擅长婚姻诉讼案 和不动产登记 拥有丰富经验 信有转述 是为热情又专业的律师 没想到只是陪同表弟妹 点交屋子 却葬身火害 那结果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撼 也真的非常的难过 博物人都非常和善 透天错被烧毁 消防火调人员到场调查 大雅纵库案隔天嫌犯阳姓男子 不只预谋买汽油 根据警方出不了解 当时他进屋后 站在客厅走道 堵住林姓男子与姐姐 还有律师表姐的逃生路线 因此林姓男子往二楼逃生 但两个姐姐往后门逃跑时 发现门早已被锁住 就是有一个围墙 不算很高的 可以两边吵 他楼上可以碰到 你走那个围墙上面 这样走 就可以走到旁边去 人员 因为他们之前是足足去的 所以论券进去比较复杂 就是很多人会来 什么唱歌打麻将那些 所以我们就比较没有什么交集 我在现场在4月10号 晚间8点15分的时候 被监视体拍下 一大家子正在搬东西 把夹挡行囊全搬上箱行车 邻居曾表示 杨姓男子的妻子 不愿面对房屋被剪交 前一晚就先搬家 没想到隔天就发生众虎案 在现场众号报道 先派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